护国神山台积电正在积极开发新制程 外传最新1奈米先进制程据点将落脚桃园龙潭基地 落后推手就是桃园市长郑文灿 以及正在角逐下任市长的民进党立委郑运鹏 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就质疑 在选举前谈论这件事别有用心 台积电要用的土地至今还没取得 真的要落脚桃园不知道多久之后 而台积电则回应 设厂地点选择有许多考量因素 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竹客辖下桃园龙潭园区科技大厂林立 护国神山台积电 两个先进封测厂也设在这 随着台积电启动先导计划 外传最新1奈米先进制程据点将落脚这里 而幕后工程就是桃园市长郑文灿 以及要选桃园市长的民进党立委郑运鹏 农科的扩大涉及到科技部以及行政院 因此我请郑运鹏委员 以及汤卫珍委员 协助做一些沟通 过去一年以来 其实我做了蛮多鱼工鱼山的工作 也跟蔡总统报告 自认做了很多鱼工鱼山工作 但停在对手张善正儿里 不以为然 台积电要用的土地 科学员区还没有去取得 大家想一下将来真的要落脚 是多少年以后的事情 现在讲这个事情 在选举的时候讲这个事情 它的用心是什么 大家想想就知道了 我觉得台积电看到的是 桃园人才跟土地的优势 张善正直疑和选举脱不了关系 蓝绿各自解读 台积电则回应 市场地点选择有许多考量因素 会继续在台湾投资 先进制程 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并持续评估在台式和半导体建厂用地 如今桃园高科技布局 有望再扩大 却先成为选战话题 接下来综合报导